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定的这个最低基本薪资每个小时是120元 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实施就是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算的话 正常来讲一个月的工时应该是160小时 四周嘛对不对 四周的话是160小时 这个我们讲实心制也就是部分工时的劳工 他每天工作8小时 然后他在工作四周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月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领到的薪资是多少钱 他又是一小时120元 那么一天工作8小时 那么周末放假 上班22天 算起来是21120元 21120元 那如果我到了第九个小时我要加班的时候我的加班费怎么算 加班费就有一般就是说如果他是在正常日在加班的话 那当然就是第一前面两小时就是加给他三分之一的薪资 也就是120元再乘以1.33对不对 就是一个部分工时的劳工他如果再加班的第九 – 就是他的工作第九个小时是这样算的 那如果我是一个月薪制 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正职员工 我在第九个小时的时候 我那个小时的薪资是多少呢 如果以最低薪资 每个小时120块来算 他就是用这个208元 去除以他的工作日数 再除以这个8小时 工作日数是把假日有薪 还是假日无薪算进去 都含进去 部分工时 他到第九个小时的时候 他的时薪是120块乘以1.33 那第十一个小时的话 是120块乘以1.66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月薪制 他是一个聘雇员工的时候 他到第九个小时 他的薪水是用刚刚部长所说的 208除以240 算起来是一个小时83块乘以1.33 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被正式聘雇的员工 我反而到第九个小时的加班费 不如我的这个部分工时的同事 但是他的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 老板都要给他薪水 这是很合理啊 老板本来就该给他薪水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逻辑 等于我们的国家在逻辑上是 是两鬼的 就是说 我们的国家认为 一个小时是120块的薪资 但是我要算你加班费 一个被聘雇的员工的加班费的时候 我就不是用一个小时120块的薪资 去计算你了 我觉得这个逻辑在我们的国家 在劳动的权益保障上面 这边是有问题的 因为第一点就交给新的部长 因为这个是破 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薪资结构 是完全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就变成没有月薪了 就是全部都用时薪嘛 赵委员这个逻辑 就是每个人都上班 就是算时薪 每一个小时都是120元 就是这样 我的逻辑其实是说 我们的国家 对于我们的基础劳动条件的表彰 所以我说这个让新部长去头痛了 我大概没办法 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边是非常纪录 Which is the